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公共房屋是有一个稳定社会的作用 亦都等开始时候 那个经济环境、经济条件不是太好的市民 透过我们公屋的助力 提升他们的经济条件 亦都培育他们子女成才的一个好的地方 有一个好的平台 这个宗旨、这个仓芯 这么多年都没有变 我们将来在管理的公屋里面 我们都希望可以提升那个质素 可以提升到令你幸福一点 前身是旧油堂村第十七、十九 之二一座的大本营 作为整个油堂重建计划的中心点 是房委会旗下最大型的救物商场 楼高八层 总面积达四十八万平方尺 以行人网络 连接港帖油堂站 和附近几条大型屋邨 是区内人流汇聚 斯文娱乐救物的核心 而它的建筑设计 亦并成了以人为本的概念 早在六十年代初入伙的苏屋邨 是房委会最历史悠久的公共屋邨之一 村内共有十六栋楼宇 超过五千三百个单位 经过全面结构签策计划之后 房委会决定为苏屋邨进行重建计划 新宋屋邨共有十四座 非标准化设计的住宅大厦 新的楼宇 还继承了旧楼的名字 我们希望真的可以做到 宋屋邨 好像一个繁忙城市里面的 一个小鹿洲 让我们的街坊 有更多的地方 去到活动和联谊 继续可以做到和气致长 安居乐业 在2020年初 新型冠状病毒病第一波疫情 在香港爆发 位于火炭的俊阳邨 原定于童年二月入伙 被紧急征用成为隔离设施 房委会的同事要同时间竞裁 在12日内 将原本的公屋单位 改建成为 符合防疫要求的检疫中心 房处也很好 我们有几十个同事 他们都忘记了自己 有危险的来到工作 搬一些床上去 搬一些小家电 派到每一个单位 拆开 那我其实很感动 由2023年7月起 幸福豪不断落区 读不同的公共屋邨 收集居民的意见 凝聚社区参与 如果这个指引 觉得在我们的资俗房屋 或者首置 都是有价值的 我们绝对都要去参考 或者跟从我们的指引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面 他们能够再推进一步 在私人屋院的設計里面 都有很多这些概念 融合其中 那我想我们整个团队 都会很开心 也是我们整个团队的目标 我们看来